汽车钥匙丢了怎么办 在现实生活中 有些粗心的车主 会时常碰到车钥匙丢失的情况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时 车主心中肯定是万分交集的 那么车钥匙丢了该怎么办呢 一般来说 现在汽车都会有两把钥匙 一把作为常用 另一把作为备用 当常用钥匙丢了 那备用钥匙就能派上用场了 如果车辆距离备用钥匙很远 或者是备用钥匙也找不到 那就只好准备好身份证 行驶证等证件 请专门的开锁公司来开锁了 当然 每辆车都会有随车配置的防盗密码 车主也可以向4S店 提供行车证和身份信息 获取车辆的防盗密码 然后配置新的钥匙 同时还可以将丢失的钥匙数据抹掉 以保证车辆安全